而这些我们带的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台中的一间24小时无人拉面店 最近频频跟消费者杠上 原来由于是无人店所以店里头装饰了监视录影器 但是老板娘却发现很多消费者不爱惜食材甚至有浪费的情况出现 所以他都会透过监视器把这些消费者的画面截图 并且没有打马赛克处理就po在了自己店家的IG里面 甚至说还要这两名浪费食物的消费者呢花200块钱来删帖文 所以就被批评之后不会有涉嫌恐吓取材的成分在呢 而店家也出面表示这个浪费食材的费用并非是下价费 因为呢店里在有公告说你吃多少就夹多少 从来都不会指使大家拿食材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花钱就是大爷浪费食物的心态很不好 甚至店家也很火大 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我又不是你妈妈 没有办法认同 他说可以不要来店里消费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店里的公告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有个性 他说谢绝参观 不欢迎奥客 也有提示大家录影周这里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不能带外食 现行交易可以来配 他说老板很叉叉 如果没有办法遵守店家的规定 那你就不要进来 而这名店家也回应了这个新闻当中引发的争议 他说只有少数的客人呢行为是不符合店里的规范 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很守规矩的 但是有些人却装作视而不见 而这间店呢已经不是第一次闹出消费纠纷了 目前已经开业了两个月 有六个官司 比方说呢客人告他公然侮辱罪 同时他也向客人来提告 然后还有人是用餐不付钱吃上了诈欺 拿碗不付钱吃上了窃盗 拿西薄碗放进了这个微波炉 也设犯了公共危险罪 那么观众朋友您觉得就是说开店到底要和气身材 包容消费者的行为 还是要像店家一样 非常的有原则要叫保来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不过根据了解呢 由于他把他大家的画面还有肖像 直接公开在社群上 而且是公开的账号 但是律师表示 这到底有没有触犯侵犯别人肖像权呢 他说因为店家早就有公开标示说 里头有监视器录影 虽没有违法的疑虑 但是做法有得商量 我也在台中市南团区这一间24小时 无人拉面店店门外贴着各式标语 直接强调老板娘很击败禁止 而且录影中就有不少上门客人发现 因为煮泡面没吃完 倒进厨余桶 被业者将影像公开在IG上 有客人倒掉厨余被写上 你们俩会下地狱 再一次就功不长相 还有男学生影像被直接公开 列出四大罪状 甚至直接说浪费食材一人一百 请带着200块来和解下架贴文 觉得他是拿那个来要挟我 太夸张吗 我是会希望他事先前跟我讲 可能难免会遇到这种客人 但是我希望店家也不要用 这么极端的方式 不少网友认为东西没吃完 也被公审甚至公布长相 也未免太呛了吧 但业者回应 本意是希望消费者吃多少夹多少 他们开店不怕客人吃 只怕客人吃不完 更希望消费者不要有花钱 就是大爷的错误形态 对店家公布客人影像行为 律师表示业者公告 摄影机录影中 营业场所属于公共空间 没有违法 但是将消费者影像放上网公审 被拍的民众觉得不当 都能透过民事诉讼协调 但如果业者表示 下架影片需要付费 恐怕涉嫌恐吓取材 民众上门消费 配合店家规范就能避免 类似纠纷发生 TV新闻陈出嫌张子民 台中采访报道 好您对于无人拉面店 来杜绝消费者浪费的行为 PO网公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么其实线上网友呢 也有人说 浪费食物罚100 其实是在其他店家 是蛮正常的 就是邮件名的留言 陈良也说老板教育客人 有一天法律会不会来教育老板呢 那么Taxi2也说 花钱的不是大爷 那么1.35杯的玻璃心说 起码门口就把游戏规则讲清楚了 所以呢这店家的做法 到底符不符合消费者当中心中的期待呢 其实社会自有公平 而再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是大家用药的问题了 因为呢 健保药价制度的缘故 近年来呢 屡屡传出 台湾是否会有缺药的危机 那么国药国造 大家要好好来考虑 因为疫情让很多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我们国内生产药的这些原料呢 很大程度都是仰赖中国大陆 或者是欧洲其他地区国家的进口 而现在传出近5年的健保费 因为超高零化的关系 我们超高零化的社会 每5人就有一个人是老年人 多多少少有一些慢性病跟医疗的需求 所以从2019年 我们的健保费花在药费上面 从2082亿上升到了2431亿 所以你看短短的这几年呢 增加的幅度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其实食药署呢 都一直不断在鼓励医疗院所 医生在开药的时候 尽量呢采取相似性药 那么像是有六大成分 很大程度都是跟慢性病的药物有相关的 建议大家都可以用类似这种学民药 而不是原厂药 所以会有补助的医疗点数150点 那么健保的总额差距也会来回补 希望呢可以从制度面着手 来增加这个医疗院所使用学民药的利多 来排解这种药费一直增加的问题了 而生物性相似用药呢 其实大部分跟免疫系统疾病是有关系的 像是肝血 类逢湿性的关节炎 僵直性的脊椎炎 或是血液肿瘤乳癌 还有骨质疏松的用药 目前这几大款用药呢 在已经试办三年过后替代率来到30% 目前呢渴望省下2.7亿的健保药费 但是大家就想问了很多老人家一听到说 原厂药跟学民药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神药署呢屡次打包票 他说这些药呢 其实是在专利期过后用相同的配方 并且呢有效性都经过检验合格之后 才会让这些药来上架上市 但是过去我们常常为您报导 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学民药 它的这个药效呢没有达到预期 因此药厂来召回的新闻 所以还是在医学界或者是民众心目中 对于这样的学民药 心中都会打上一个离律的 那么也有药师表示 虽然成分是一样的 但是您知道吗 药物里头呢需要复行剂 把这些复行剂呢凝聚在一起 变成药丸 所以呢因为复行剂的不同 所以每个人就会有生物反应的不同 甚至有些人会过敏 还有呢纯度跟品质 药效的强度 还有疗程的安全性 现在呢国内国外厂牌众多 品质是否都有好好把关 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而另外一方面呢 这两个月最缺的 很多急诊的医师或医学中心 大家都在抢书液 还有葡萄球 还有生理食盐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国内的永丰药厂 它其实垄断了七成的供应量 但是由于他们违规 被食药署勒令不得生产 所以现在市场上 对于输液的问题是紧急短缺 只能用专案进口来解决市场的需求 这是一个国安危机 如果今天我们有很重大的公安意外 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自己的生理贤水 可能威胁到国安危机的 就是国民党立委 陈金辉手中的输液 库存拉紧报将近两个月 如今食药署执行专案进口 要补足输液缺口 但似乎也有疑虑 你们是怎么决定 是这七家要来进口 我们现在两三倍价格的输液 还有这一家横山 是为什么会对你们列进去 尤其是你们在网站 还曾经公开说 它严重违反GDP 如果这个业者 已经提出改正报告 而且经过我们确认 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等于它的违规已经矫正 国民党立委猛攻输液之乱 而民进党立委则锁定 才取消的门诊挂号费 答案一公布 部长满脸豆花 毕竟健保署资料 与实际费用差了快几倍 没有强制登记 登记的也是假的 好像核心 没有强制登记 可以登记的也是假的 所以你们可以依据你的大数据 来给我报告什么 你依据错误的假的数据 来给立法委员报告 数据没掌握 但更扯的在后头 南部有一个立委跟我说 有一家医院 挂号费6000元 你有听过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缴了6000元 可以优先排病床 有钱才有法倒油身 没有钱也没有 这个我们 从输一大缺到挂号费之乱 在卫福部脸上无光 TVB的全中的报道 而持续我们带您数字看趋势 您知道吗 其实我们的失业率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新低 但是某个族群的失业率却比中年壮时代来得多得多 甚至相差五倍 我们带您看到今年5月份各年龄层的失业率 在20到24岁高高隆起来到了11.33 跟45岁到64岁的中高年龄层的失业率相差了5.3倍 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明明这些人应该是社会新鲜人积极求职才对 那么其实人力银行的专家就表示 其实这个世代的求职者 跟这个45到64上游老下游小的世代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因为对于这个45到64的世代呢 他们有经济压力 所以他们不容易去转换职场 追求相对来说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支持家庭 但是20到24岁呢 这年轻人可能还在职来探索的期间 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常常更换职业 进入到失业的状态就会比较来得常见了 而我们来看到20到24岁高失业率的原因 除了在初次寻找职业跟职场的探索期之外 但是人力银行专家也发现 这样的探索的期间拉得越来越长了 平均要花7.6年 而且有六成的青少年或是年轻的工作者 他们自我评价自己的职业正在迷路当中 而人力银行就特别提醒了 如果长此下来呢 从新鲜人慢慢慢慢一路过渡到34代 如果都一直在职业的迷途当中 会导致一高二低三步的现象 一高呢就是高学历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 发现呢他学非所用或者是他学习的专业 没有办法对接到职场上所需要的 而二低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学有所用成就感低 薪资的满意度也偏低 也有很有可能是频频的更换职场 不利于薪资的向上提升 再来三步因为薪资没有办法提升 没有办法做这些薪酬的累积 储蓄的累积买不起房 所以缺乏安全感也可能导致不昏不生的状态了 而其实现在职场上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普遍缺工但是年轻人对于投入这些职场 却是兴趣缺缺 我们的记者就观察到呢在新北市的麦当劳 他们重新装潢开始营业之后 座位数缩减了点餐的柜台也减少了 反而鼓励消费者用自助点餐机 而这背后跟缺工有很大的关联性 最近会在林口的素食店完成整修 但是有民众发现在一楼的座位区似乎少了很多 目测15平大的空间只有七张桌子五台点餐机 下午茶时间座位坐满满 其余空间提供给顾客内用外带取餐 对比两年前的空间配置 一楼座位少了许多点餐区明显宽敞 可能就不会想要内用 因为位置变少啊 可能就像假的可能就没有位置 路过客比较多 而且得来素也方便就买的就熟了 对此素食店业者表示林口文化餐厅 除了优化厨房空间跟营运动线 也扩大了冷冻冷藏区 并且设置内用杯的洗涤空间 改装后的用餐座位从90个减少为83个 不仅麦当劳调整 肯德基也展开新电型 点餐取餐柜台 缩减到只剩下一个 消费者从点餐到取餐都不用接触人 民众好奇该不会是因为缺工问题 摊开数据来看 还是可以发现20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是高达11.33% 是所有族群里面最高 相较于45到64岁的族群 失业率更是有5.3倍之多 无关景气 而且单纯只是说一些毕业生 他们刚出社会找工作 比如说自己拥有大学 研究所学的应该找一份起薪比较高 而且自己又有兴趣的一个工作 他们其实都比较偏好这种 所谓像金融业 科技业 甚至这种空运业的一个部分 产业因应大环境调整商业布局 能不能接受消费者见仁见智 体育金融较小明捷台北上报导 而再来关注到的是 在台北市内湖科学园区的知名青史店 被消费者投诉 这沙拉里头怎么会出现 小墙以及铁片 觉得卫生堪率 而现在卫生局也主动进行击查 到店里看看是否有发现病霉 那初步勘查的结果其实没有发现病霉 但是业者没有办法出示员工的健康报告 同时油烟机不够干净 砧板也不够干净 要求他们7月5号以前要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最高会开罚2亿元 恐怕也会影响到这一家店的生育了 而同时我们来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刚刚聊到的是缺工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餐饮业 明明生意还不错也颇有名气 但是一家接着一家不做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门町的豪大大鸡排 有很多观光客或者是掏客到这边都会买来品尝 一份鸡排随着逐年涨价已经来到95元 逼近了百元大关了 但是由于豪大大鸡排呢 就是说他们的鸡排比别人的尺寸来的大 所以在市场上也占有一定的份额 但现在呢在西门町的商圈明明已经营业了11年 但是老板却决定不干了 他说呢卖鸡排真的是好累 他找不到人 常常自己要一天到晚待在店里头 而且也常常被人检举油烟太多 已经停业至今一个月了 所以好多观光客 他根本没有办法来得及更新讯息 到了现场才知道 好多大鸡排没开 认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而同时呢 其实找不到人或许是压倒老板经营的最后一根稻草资之一 另外一方面呢租金的压力 缺工的难题还有检举的油烟呢 都让他觉得心中不如归去好好休息吧 来到西门町并买的人气美食之一 他号称是尺寸超级大的鸡排 伸受不少消费者喜爱 不过我们实际来到现场 可以发现他已经结束营业 不仅是门口铁门拉下来 就连招牌也已经拆除 观光客走过路过停下来多看几眼 没有错这里就是知名的豪大大鸡排 以往早上十点一开 就陆陆续续有过客上门 如今被民众发现 业者已经悄悄关店近一个月 重点是门店经常被人家检举油烟的关系 这个老板也坐了十几年 他也觉得累的 现在目前员工很难请 非常难请 然后他自己还要常常找不到玩 据了解豪大大鸡排西门丁店 营业时间长达十一年 不过老板说卖鸡排真的太累 又经常遭人检举 停业至今一个月 后续会在原址规划经营伴手礼店 许多观光客因此上门扑空 也直呼真的好可惜 发现他要停业了 感觉可能还蛮可惜的 我是大陆过来的 有一点如果你刚才这样说的 豪大大鸡排全盛时期 全台拥有近六十间门市 如今规模缩减到只剩下时间 只不过台北市环保局指出 店面近三年茶屋空屋的成型记录 也没有环境卫生成型案件 西门丁的美食地标 抵不过大环境各种因素 决定停业让人不舍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哦